这些一流是享有军旅标兵美誉的三军仪仗队每名队员的目标 训练中丝毫的瑕疵都是大家不能容忍的 拼耐力 训能力 女队员们都暗暗跳起了劲 光荣这两个字在三军仪仗队老队员赵颖眼里又有着特殊的含义 因为我父亲当时在仪仗队是待了八年 然后很遗憾他没有赶上过这个国庆阅兵 然后今年也是我第八年的时候 很有幸我赶上了这次抗战阅兵 通过天安门的话也是实现了我和我父亲两代人的阅兵梦 高强度的训练之下为了 19岁的新兵韩玉脚上抹起了大炮 随队军医每天都要硬拉着他去换药 如果让他休息一段时间他可能会有好得不快 但是他每天这样上完药之后呢 人家再继续续练就很难回复 而且好难都慢慢做 不能休息一休息了动作就退步了 竟然都一块努力了都想杀杀啊 我也想当那个踢步啊 虽然踢步也很狂啊 经历风雨玫瑰才会更加芬芳 女队员们的坚韧和执着赢得了男队员们的赞叹 确实是挺佩服的 毕竟都是十八九的一些姑娘 能够参加阅兵 能够坚持到现在没有一个打退当鼓的 我感觉就是作为一个男兵的我 作为教练员的我 比较欣慰 在训练场上 女队员们身上没有丝毫的交气 走下训练场 她们又恢复了女孩子天真浪漫活泼的天性 2014年7月毕业于北京服装学院的门家会 曾获得中央电视台模特大赛全国十家 毕业后怀着对一档女兵的憧憬 她参军来到了一档队 下面请门家会给我们来一段模特秀 大家鼓掌 好 虽然缺少了音乐的伴奏 但门家会一段优美的模特秀 是原本严肃的训练场充满了欢乐的气氛 也驱散了队员们一身的疲倦 有女孩子的地方总是会充满欢乐 训练场上一项严肃认真的照应 对着记者的摄像机 客串起了外景主持人的角色 现在是我们女兵休息的时候 刚才就算是一个科室的训练 然后咱们大家现在 我们大队每次都会给我们配合一些水果 然后今天还有淡眼水 还有绿豆汤 然后大家可能调剂一下 感觉大家现在愿望好像都挺简单的 就是都想把9月3号这个阅兵任务完成好 就可能大家摸水泡的比较多 爱脚疼的呀 然后现在手上的一些训练伤可能 但是大家调剂的很好 心态保持费 每个人的脸上都是 接近 唱 黄柔的白军情 在前方指引 我多少钱建筑 我不想先进 不思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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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我